大家好,这里是奇幻五分钟 先给大家讲一个关于一家人去度假 结果最后变成逃生的故事 故事开始,小宝跟着父母去森林度假 森林的风景十分不错 就是手机会没啥信号 三人来到度假村 那里有很多其他度假的人 其中有一个富二代和他的女友小波 老板告诉他们 山上的信号塔出现故障 所以山里的信号不好 山上两个众人正准备修信号塔 却突然遭到不明生物的攻击死去 另一边,正在森林拽有的小宝 看见了一个长发男在处理野兔 他被吓得拿着男人的刀 划上男人的哥宝 晚上父母给小宝过生日 但是小宝生气地离开了 他通过窗户看见了外面的怪物 于是好奇地外出查看 结果却看见对方杀死小波的一幕 在小波旁边的富二代 连忙跑进了度假村的客厅 其他人也都闻讯赶来 他们用对讲跟老板说明情况 长发男拿着枪被老板派去保护顾客 他自己随后就来 然后就被怪物杀死了 长发男让大家等天亮再离开 不仅夜晚更加的危险 之后他拿着枪外出查看情况 只将逃跑的富二代也跟着出去 屋内的顾客在听见怪物撞击天花板时 也纷纷跑了出去 在他们过桥的时候 小宝不小心掉进水里 母亲为了救小宝而死 开车离开的富二代 因为大雨的缘故 将车开下悬崖 他是跳车才逃出来的 另一边 长发男已经带着剩下的人 来到了度假村的救护中心 小段帮小宝爆炸伤口 天亮后 长发男带着众人 准备开着小宝父亲的车离开 却没想到怪物在门口堵着 于是众人回到度假村的仓库 怪物从窗户爬进来 长发男主动吸引对方注意 小段的男友为了保护小段 也主动地暴露了自己 他被怪物咬死脱去进食 父亲为了让小宝活下去 主动开车吸引怪物 怪物爬上了汽车顶 最后跟着汽车一起坠崖 此时富二代出现 他开着卡车带大家离开 车上长发男交给小宝一个手机 里面是父亲给小宝的遗言 他被托付给长发男照顾 由于毕竟的桥移毁 众人只能返回 然后坐缆车下山 另一边怪物已经从悬崖下爬上来 他爬上了众人的缆车 小宝被对方抓走 长发男和小段选择去救小宝 但是富二代却害怕地 抢走长发男的枪和手电后离开 另一边小宝在水边醒来 怪物并没有要吃他的意思 他一直在看旁边的一个手机 上面显示富二代即将跑出去 于是决定先杀死富二代 此时长发男决定用汽油解决怪物 但是怪物居然是一家四口 小怪物被烧死了 大怪物被长发男压制 另一只怪物和小段纠缠 突然汽油爆炸 小段当场死去 另一边小宝已经杀死最后一只小怪物 最终他和长发男活了下来 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记得点赞和关注 下期精彩继续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